相公 相公 偏偏见过姐姐 这位姑娘 我们素未谋面 为何叫我姐姐 偏偏 是相公的偏房 偏房 你是没良心的 你只能背着我 纳偏房 姐姐 相公他贪图美色 一定要纳我为偏房 现在还要对我使乱中气 你说他该不该死呢 别别姑娘 我 他当然该死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对你哪里不好了 你竟然背着我那偏方 你背着我那偏方 夫人你别闹 你别 夫人 我赶紧拼了 夫人打起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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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欺慕你了 相公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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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碧姑娘 我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那会儿是 有眼无助 我才 我才会得罪你 求求你 高丁贵手 饶了我 饶了我吧 姑娘 姑娘 你大人有大量 我会想过 我想过他是老实人 他不是故意欺负你的 求你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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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的 求你放过他 碧碧姑娘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大男人说话 说出来的就要做到 你 你 你现在违背我 又要抛弃我 不不不 今天 我就是过来 请你性命的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跑不掉的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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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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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你跟不清我 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别别 别别 我去追你 你饶了我 我求求你饶了我 你求我 我怎么能饶你呢 你那么没有良心 不 不 我今天要不杀了你 那全殿下被你们这些负心汗伤作新的人 不要 岂不是没有人替他们报仇吗 不要 不要 你这个该死的男人 一定要付出代价 了 那 你 亴 竹木 竹冰 你怎么看起来心神不宁的 从曾家回来之后 我这右眼就不停地跳 我担心曾兄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公子 我不是都告诉过你们了吗 你们就是不信 你还要跟曾公子跑去偷偷地查看 还好你们命大 没为妖妓给吃了 行了 你不要再说了 竹冰 恕我直言 我觉得曾光他有责任 他是个有家事的人 又在外面建议四千拈花惹草 惹上麻烦 也是他自找的 话虽如此 曾兄是有他的不对之处 可是 可是总不至于他要被那个妖精给吃掉吧 话虽如此 可是 他惹上妖精 那又能怎么办呢 去找个能人 道士 来收服他 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妖精 要永绝后患 可是就算你找到能人道士 收服他 估计 也不可能将他治住 为什么呢 吕公子大事不好了 我们家夫人 请你马上过去一趟啊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老爷他 便是活死人了 什么 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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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夫人 小夫人 李公子 你快看我们家小哥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死人 他虽然没死 可他是一动也不动 小哥 他竟然把曾光的精气都给吸走了 这 小哥 曾兄这么好的一个人 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曾公子这么善良的人 居然惨遭恨祸 这老天爷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该怎么办 小哥 小夫人 事已至此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别太难过了 这个妖怪 如果让我再碰到他 我一定会杀死他的 小哥 小夫人 我来想办法救他 东平 等等我 曾夫人 你好好照看曾公子 我家少爷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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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魂果 还魂果呀 还魂果呀 还魂果 奇怪 我明明听得有人叫卖还魂果 怎么一转眼 叫卖的人就不见了呢 求还魂果 道长 公子 何事啊 可是 你在卖还魂果 是我 我 我可不可以问一句 如果一个人被吸取经济 变傻的话 吃还魂果 可以起死回生吗 你这个问题听起来 有点愚昧 可是一琢磨呢 比听起来还要愚昧 那怎么可能 人人都能求得还魂果呀 当然要看 求还魂果的这个人 是何人 而帮他求还魂果的这个人 又是何人 道长这番话的意思是 啊 该怎么说呢 简单的说吧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丢了精气 而命不该绝 哎 这个人就可以求得还魂果 关键 要看帮他求还魂果的这个人 是不是诚心诚意 明白吗 所谓 精诚所至 今时为开 懂吗 道长 我是诚心的 东斌 我要救我 东斌 你在这儿做什么呀 我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我在卖还魂果 这位公子 想求的一颗还魂果 姑娘 你 又想干什么 这位 分明就是为仙长 我 哎 姑娘 既然有些事情 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最好不要说出口 是吗 道长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 我只想告诉你 你如果真想求的还魂果 是诚心诚意 我可以给你指条道 我是诚心的 我是要求 明白明白 感觉到了 但是求还魂果这件事 人多了反而不妙 姑娘 回去等好消息 有仙长相助 我大可放心 东斌 你就随他去吧 我等你的好消息 哎 小语 你好好照顾公子 嗯 我先走了 好的 我会的 你们到你聊过了没有啊 道长 求你指条名路 这些 别别别别 别急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只能给你指路 没有现货 你若想求 出城 城外有座钟离庙 在那儿 你一定能求得还魂果 出城 出城 钟离庙 钟离庙 哎 公子啊 嗯 要说这观音庙 佛祖庙 倒是挺多的 啊 这还头一次听说 有什么叫钟离庙的 啊 是啊 按理说这个死炮 愚笨 真是愚笨 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这么啰里啰嗦呢 记住 见了汉中离就得跪 哎 怪不得到现在还修不成仙 成不了道 啊 道长 多谢您指路 这地银子 就算是我谢谢您的 少是少了点 总比没有强啊 嘿嘿嘿 记住 不能耽搁哦 嗯 好 再会 卖还魂果 公子啊 这真是荒谬 哪里有人卖还魂果的呀 那道士 他方明就是 公子 他不见了 小语 我想我们应该遇到高人了 嗯